大家好,我叫陈炎龙,今年34岁 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开心,能吃,然后也会做饭的胖子 至今为止已经工作13年了 在我工作当中最好的业绩是曾经担任商务和运营的时候 为公司每月创造流水1000万 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我最开心的事 我最开心的事是我第一份工作,做客服的时候 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很多一开始不认同我们产品 或者不认同我们公司的人 变成了我们的最好的客户,最好的朋友 谢谢大家 你好 你有多胖啊 现在得有190多斤了 就是平时特别喜欢吃 不过现在在控制 你喜欢吃什么 排骨啊,扛上串啊 然后炸鸡啊 反正不健康的都喜欢吃 为什么你的薪资是逐渐降低的呢 对,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这是为什么呢 职位也往下降 其实这个是我中途就是休息了一段时间在找的工作 就是想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他第二份工作他找了一个6.3k的 他只工作了两个月 三个月 而且走的原因是个人原因 是一个少儿教育是吧 是一个在线少儿英语的电话销售 那你为什么因为个人原因又走了呢 个人原因就是我觉得他们不是做教育 就是我觉得做教育最重要的是课程和老师 他们做不到 你觉得他们的承诺是虚假的 对 达不到他承诺的水平 对,因为当时其实在少儿英语这块的话 就是有明确的标准嘛 你外教老师必须要有那个TESOL的那个教师资格证 百分之三四十的都没有 我觉得不管是做教育还是做行业 我们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所以他其实是很有那种 对 许总 那种责任感 我觉得说得很对啊 第三份工作也是教育行业 对,第三份是教育行业 其实就是本着去试试 你怎么又走了呢 我现在还在职 还在职 那你为什么想走呢 我现在就想找一份责任感比较强的工作 做一个客服或者售后类的 什么叫责任感比较强 哪个岗位都需要责任感 其实有时候我们单纯地去说责任这件事 我觉得很笼统很片面 那你说细着 我觉得责任的话 不光是我们一线人员 更重要的是企业的中层高层 你说的责任是良心吗 社会责任啊 你企业对社会的价值 你再说具体点 以事例来举 就是一个奶奶 然后领了这个实听课 她第二天报名的时候 是借钱给孩子交的 多少钱大概 当时她交了一万多块钱 就是我突然一瞬间感觉 对我压力特别大 什么压力 就是责任的压力特别大 这个责任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作为一个课程顾问 就是我每就是收的这一笔钱 就是我晚上睡觉要踏实 后来她买了一万块钱的课吗 买了 那你睡得踏实吗 其实不踏实 主要是对产品没有信心 对平台的老师没有信心 我特别支持她 她说的时候 我觉得她每一个字 都说进我心里 教育企业它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教育属性 一个是商业属性 回到教育这个行业 你必须要是你的教育属性 大于商业属性 所以刚才说得特别好 我觉得 我同意小爷说的 你很善良 但我觉得有一点我不同意 我就觉得 你现在在这个职位上 你是一个教育行业的小白 你为什么老师喜欢 高高在上的给事情上价值 然后把自己得到的标准 建特别高去指责这些企业呢 那么在你心目中 难道你觉得什么样的企业 是属于有敬畏之心 对科务好的 你能举个例子吗 其实我觉得教育行业 其实就两个件事 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是课程体系 第二是老师 就是如果我觉得 一个教育机构 它都不能严苛 把控老师的这个体系 那我觉得 就没有剩下的可以谈 对于我们在求职当中 应该更客观地 去看问题 看自己 因为求职的人 是我们自己 我是做化妆品的 你知道我们 我们每天要发 很多很多万单的货 它一定会有客户投诉 说你们这个客户不行 那个客户不行 那我特别担心 我用了你之后 可能你就接触到了 一两个 我们没有处理妥当的 你就会对我产生 一个负面的评判 我特别担心这件事情 其实想找完美企业 这件事情本身 是一个不太现实的 但是企业在追求完美 这是每一个企业家精神 他都会拥有的 我们就是帮着企业 把这种企业家精神 延续下去 创造一个大家认为 能够符合我们 道德情操的 这种企业价值 这个问题 小胖子 三个角度 专业 法律 道德 如果一个公司 不是专业的 市场会惩罚他 不需要你 图雷老师是这样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我从小 就是我爸爸教育我 就是做事之前先做人 人没做好 所以这就是第三方面 道德的问题 我只能管我自己 对 所以你可以走 但是在你没有这样的专业能力 和便便能力 说他不专业的时候 咱们最好不要管 有市场去管他的专业 有法律去管他的行为 有道德来律起 不律他 而且律伟老师 还有一点 就是他现在不仅把那个课 卖给老奶奶 到现在为止 他还在这企业干着呢 修正一下 就是我是把课程 卖给老奶奶了 但是课程的钱 是我出的 就是我把这一万两千多块钱 都退回这老奶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能够帮助我们去 在他把能力提升的同时 为企业能够带着这个正义感 找到解决问题能力 这是最关键的 你今天应聘的是什么 什么职位 售后和客服主管 要求薪赐多少 八千 有地域限制吗 哪都行 是吧 你做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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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肯让你做 没事 这个是一个双方选择 来 第一轮选择去国旅 还有三枕EN 来 停伸 问一下就是你出国旅游过哪些国家 我其实就去过几次泰国 那假如说我们做一个清津演示 我现在就在泰国 给你打一个投诉电话 而你就是六人游的客服 好吧 咱们快速地做一个演示 您好 那个六人游客服是吗 您好 我是六人游的客服 我在泰国坐游船 我女儿的玩具丢了 然后丢在船上 可是我已经下船了 您是大概几点坐的这趟船 下午五点十分 下午五点十分 您稍等我把这些重要信息记一下 我现在怎么办 我女儿的那个玩具 虽然说不起眼 但是对我女儿来说特别重要 可是船已经开走了 我现在是不是要租条船 去追那条船 不用 你能过租条船吗 稍微等我二十分钟 我给我们的这个导游打一个电话 看看他们能不能联系到 您这个联系到 刚才您坐的那条船的船主 我现在着急要这个东西 我刚才坐的那条船已经开走了 我不知道它会开到哪里去 您现在给我解决吧 您放心 都是我们安排的 我们一定会联系到这个 而且刚才已经询问了 您乘坐的时间 我根据您的乘坐时间和信息 我们会联系到当地的地鞋公司 会联系到船主 把您的玩具给找回来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 你有同理心 你会去安慰我 但是安慰得有一点点太 就是太敷衍 我觉得应该做哪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问清楚我所有的信息 第二个就是 然后你如果说 你有海外的旅游经验的话 你应该很清楚地知道 这条船大概是由谁来负责的 哪些是我们职采的 你要问清楚 职采的资源 我们是直接可以控制的 然后包给地阶社的 我们要通过第三方 所以说你不能就是满口地承诺 就是我这个事情 我一定能帮你做到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我能做到的和我的 可能的风险 要告诉对方 如果说你给客户 预期太高的话 你万一做不到 他反而会觉得很失落 来 第二轮选择去喝 想到了这个结果 想到了 不应该 这么正义感 这么善良的一个小胖子 他为什么在非你莫属 找不到工作 我觉得今天特别有必要 说出自己灭灯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在我们公司招职员工两样 第一个专业 第二个热情 你有热情 但是你的专业度不够 我觉得颜龙的问题 还是在于说 正义感是好的 但我觉得你过于的上价值了 因为我在企业当中 我觉得还是应该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去跟企业一起共同成长 找出问题 解决问题 才是我觉得你在这个 目前的这个阶段 该做的事情 我欣赏你的善良 但是我觉得 在你的判断里头的专业能力 确实还有缺乏 商业合作的时候 它是要赢得信任 不是赢得喜欢 信任是你要么先强大 然后再说伟大 我现在想找到 那个强大的那个点 在哪儿就没找着 当然我很赞同 内心还是要有善良 你只管善良 老天自会衡良 从我的角度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是我认同 你在一个台上 所展现出来的 基于教育行业 教育培训行业的 这个道德标准 我是认同的 我灭灯的理由 只是因为你的这个身材 可能在销售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说服力 就是跟我的岗位不匹配 但是我是支持你的 这个价值观的 我需要的是跟我 同生死共俊退的 事业伙伴 在你以往的工作经历当中 我没有看到这一点 这是我给你灭灯的原因 忠于自己的事情 对得起自己的责任 就睡得着觉了 其他的 是专业人是应该干的 好不好 好 我特别希望你的善良 能够用在刀刃上 帮助到该帮助到的人 产生到真正的正能量 但无论如何 你都是个善良的小胖子 再见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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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